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比较喜欢跑步 特别喜欢跑马拉松 所以呢我们平常的话 每天我都要跑10到15公里的一个运动量 然后结果这个疫情一下 动都动不了 只能在家里待着 当时是存在私心的 觉得如果说是在想着做志愿者 反正也可以动一动 然后能帮助到别人的同时 让自己也可以动一动 然后觉得挺开心的 其实我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 没有玩过轮滑了 一开始因为觉得我是用跑的形式 比较好 跑着跑着发现自己的上知力量不够 然后有些重物拿的话因为我们小区比较大 我从前面拿到后面 发现这个两个胳膊很酸很累 然后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 我就用轮滑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边属于老破小小区 最高只有六楼是没有电梯的 所以说这个也蛮辛苦的 今天天天要爬楼 拿这种东西给他们送到快递 送门到家 然后垃圾 帮他们从门口带回来 就这样 说实话 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他也是我训练的一部分 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是比较有帮助的 我感觉我锻炼了我自己的身体 感谢观看